桃園龟山区一处仓储厂就在昨天晚上金船二级火警 由于场内是摆放了大量的塑胶粒色粉等等的易燃户 起火之后爆炸声响不断 现场一度烧出了巨大的迅状云 燃烧面积大约四千平方公尺 所幸现场并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大火所产生的浓烟飘散恶臭 引发了附近民居的高度关注 蒙烈大火直窜天际烈焰照亮夜空 铁门烧得红彤彤 铁皮厂房全面陷入火海 还疑似有易燃物 惊见小烟火伴随阵阵爆炸声响 火厂浓烟笼罩 火势还伴随巨大迅状云 宛如核爆场景吓坏附近居民 工厂老板急忙赶到 看着厂房遭大火吞噬 却束手无策焦急又无奈 所以现在可能没办法靠近来 火警发生在二十八号晚上七点多 桃圆归山区树仁路上 四间联动铁皮仓储厂房突然起火 由于里头摆放大量塑胶粒 色粉等易燃物 一楼铁皮屋全面燃烧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燃烧面积仅消出估约四千平方公尺 花约六个多小时控制火势 大火产生的农烟也一度飘出恶臭 直到二十九号白天还有农烟飘散 索性风向关系没有造成居民困扰 也无人受困伤亡 记者 林珠强 桃圆报道